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華爾街日報》8月1日發布視頻報導說 美國對中國光纜大國的水下暗戰 每天傳輸著萬億美元交易信息的海底光纜 現在已成為美中科技戰的重要一環 全球每天有大量的信息在流通 從發郵件、銀行交易到軍事溝通 依靠衛星無線網絡沒辦法承載這麼大的數據量 這令海底光纜成為主要的數據傳輸工具 幾十年來 美國、日本和法國公司主導了海底光纜的建設 美國電信市場調研公司Teleography數據顯示 之前85%的海底光纜都是由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公司鋪斥的 直至2008年中國公司加入競爭 華為海洋網絡有限公司2008年成立 最初在巴布亞、新基內亞和加勒比海地區等 服務不足的市場建造小型的海南系統 之後華為海洋網絡通過號資4.25億美元 連通阿非歐一些國家的和平光纜計劃 迅速崛起令中國成為海底光纜領域的領導者 2013年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 中國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這個構想後來又擴大到包括數字絲綢之路 對海底光纜的投資就是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經亞洲的評論今年6月在報導中集分析 這些政策推動了中國海底光纜行業的發展 在10年左右的發展中 中國已經從部分參與的投資者 轉變成為積極的資助者 建設和升級了至少65個國際項目 而這一個挑戰到美國和它盟友的主導地位 《華爾街日報》說 中國的和平光纜計劃 可能成為中國最後一個的大型海底光纜項目 因為美國正是竭力避免一個小玩家變成主導者的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為由制裁華為 2019年華為被迫將華為海洋網絡賣給亨通光電 亨通光電將它改名為華海通訊 2020年華盛頓撥款幾十億美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同時避免讓中國公司參與互聯網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 拜登上台後延續了特朗普的政策 2022年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 美國公司獲得了一項 華海通訊亦在競爭價值6億美元的 東南亞、中東、西歐6 簡稱為CME-V6的項目 這條光纜長約1.9萬多公里 從新加坡到法國連接十幾個國家 去年在CME-V6開始建設時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說 美國駐當地的大使至少給6個途徑國家發電信給他們的營運商 說選擇美國公司是加強與美國商業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機會 另外美國大使和高級官員至少會見了5個國家的電信公司高層 告訴他們華海通訊可能會在沒多久的將來受到美國的制裁 這意味著與華海通訊合作的電信公司 將難以和潛在的大客戶那些美國科技公司做生意的 路透社的報導說 過去四年間美國在亞太地區干擾了華海通訊的6條光纜專案 CME-V6只是其中之一 美國要不就阻止華海通訊獲得業務 要不就迫使華海通訊的光纜項目要擾路或放棄接入美國領土 中國電信公司《風火通訊》的一名高管 對《日經》《亞洲評論》說 美國的海底網絡是它維持霸權的工具 海底光纜行業就好像一個會員俱樂部 我們需要得到其他政府的同意才能進行交易 這是一場外交競賽的 近年來網絡和網絡基礎設施已經成為美國日益敏感的問題 2021年在拜登政府的壓力下 Facebook放棄了向香港鋪設光纜的計劃 業內人士說 美國還禁止中國投資的海底光纜 登陸包括關島在內的美國領土 根據《日經》《亞洲評論》今年6月統計 過去5年至少有6個涉及到5萬多公里的海底光纜專案被推遲 暫停或重新設計 悉尼海底光纜顧問保羅·默肯說 在他參與的海底光纜業務四十多年中 從未見過地緣政治對海底光纜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這是史無前例的 海底光纜行業一直都依賴謹慎的外交合作才能生存 這可能壓垮海底光纜行業的 根據《Telegraphy》的數據 到了2025年 全球海底光纜投資預計將會創下超過4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日經》《亞洲評論》分析說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推高成本 海底光纜顧問利安·萊爾介紹說 疫情之前完整安裝海底光纜 每公里平均成本大約是3萬美元 現在這個數字肯定增加到4萬至6萬美元的 而《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就指出 美中之間的競爭還遠未結束 中英海底系統有限公司 SBSS等中國企業開始造船 他們製造的船不僅鋪設海底光纜 還負責維護這些光纜 全球的海底光纜都需要維護 而維護這些光纜的船就非常緊缺 全球大概只有50至60艘左右 鑑於中國造船行業整體 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未來這些維護工作 可能都將會由中國公司來完成 報導認為這令華盛頓感到警惕 未來想要不讓中國公司參與 將會變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華爾街日報》說地緣政治正在影響著海底光纜行業 這個行業很難賺錢的 政府官員有很多的考慮 想要確保他們本國的產業能在未來幾十年取得成功 未來對海底光纜的需求一定只增不減 日本的NEC公司高管就說 全球對人工智能算力、數據傳輸等需求在不斷增加 這為海底光纜創造了更大的需求 日經亞洲評論就說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 更加會助推這個需求 因為中國和美國都會在建設自己的網絡 未來可能會出現兩個平衡的海底光纜世界 一個由美國和它的盟友領導 另一個是由中國和它的合作夥伴領導 內地觀察者網就指出 值得留意的是海底光纜也是美國洩定的管道之一 根據數據安全企業安天集團此前介紹 美方有一個所謂的武動綠洲專案 目的就是監視歐洲、亞洲遠東地區的光纜數據 美方實現對全球目標的完整畫像 形成比較精準的目標定位能力 大型海底光纜監視就是其中重要一環 由此可見所謂兩個平衡海底光纜世界的產生 亦是對網絡、工房產生深遠的影響 簡單總結從美國媒體的這篇詳細報道 揭示了美國如何霸權地操控著他們認為 不能夠丟失的領域 海底光纜對美國異常重要 要完全控制這些光纜 才能夠完全控制所有的盟友 留意的它不單是為了壓制中國 更重要的是要時刻監控著盟友的政治人物 當年力推和中俄保持關係的前德國總理默克爾 就被美國情報部門長期監聽電話 從報導中亦揭示了另一個角度 排除了中國參與美國小圈子的建造 成本固然會推高 將來怎樣維護光纜都一個問題 建造維護的船隻只有中國有這樣的能力 由此可以推測未來美西方的光纜變成天價之外 一旦出事還未必第一時間能夠修理好 一美排斥中國的國家到時可能就會有斧頭了 美國繼續通過小圈子聯盟搞封閉的光纜 上個月底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上 宣布將會建立電纜連結與彈性中心 它的意圖就是將中國公司 從承擔互聯網流量傳輸的關鍵海底電信電纜網絡中排除 可以說澳洲、日本和美國正通過這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動 試圖將海底光纜建設轉變為亞太地區新的競爭焦點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典就認為 海底電纜領域的小圈子做法無疑對中國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 一方面中國需要面對來自這些國家的技術和市場上的雙重競爭壓力 另一方面還要警惕這些國家通過控制海底光纜 來謀取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不過劉典就認為挑戰與機遇是並存的 這也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一就是應該加大在海底電纜技術研發和製造方面的投入 持續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 第二就是應該探索更多形式的通訊和數據傳輸技術 實現基礎設施投資的多元化 例如衛星通訊作為一種新興的通訊技術 具有覆蓋範圍廣、傳輸速度快等特點 可以有效減少對單一技術路徑的依賴 提高通訊和數據傳輸的穩定性 特別是在國際合作領域 應該致力於深化和尚未攝觸海底光纜的領域 或者尚未和澳、日、美等國家在這個領域 形成深入合作關係的國家之間的夥伴關係建設 增強在這些地區的合作 從而為自身的海底光纜事業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結論是美國要方方面面壓制中國 而中國在巨大的壓力面前方方面面都要尋求突破 在這個過程中會實現彎道超姐的案例 相信會越來越多的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